北京时间8月24日,那各支球队,已经基本上,都确定了自己的球队大名单和主力框架,这也让各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渐渐浮出水面。 下面我们来推测一下下赛季NBA中最引人注目的几支球队的首发阵容,休斯顿火箭队,火箭队在休赛期,失去了他们的首发小前锋特雷沃阿里扎,但是他们成功地牵下了安东尼。 虽然安东尼能否在火箭出任首发一直是热门话题,但是安东尼毫无疑问具备首发的资格,如果他与灯泡的化学反应不错,得安东尼没有理由让他以替补出战。 首发预测,哈登,保罗,安东尼,塔克,恰佩拉金州勇士队,勇士队可以说是今年夏天运作最成功的球队之一,他们在四巨头的基础上,以一份中产合同引进了考心思。 无论考心思加盟的理由是什么,事实证明,他将会出现在勇士队新赛季的阵容中,但是考虑到他的伤病可能会让他在明年二月份付出,所以,新赛季的首发名单预测,我们并不会将他放入其中。 首发预测,库里,汤普森,杜兰特,格林,贝尔洛杉矶湖人队,勒布朗真的来到了胡人,即便乔治和伦纳德都没有来,但是胡人的球迷依旧应该感到高兴,能够得到联盟第一人,即便是在他即将三十四的年纪,这依旧是份大礼,除了勒布朗,胡人队在今年夏天,还引进了许多持球点。 沃顿需要费些力气来捏货这套阵容,收发预测,波普,鲍尔,英格拉姆,詹姆斯,麦基博士顿凯尔特人,新赛季,欧文和海沃德的回归,时必会对上赛季状态火热,的塔图姆产生一定的影响,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塔图姆会因此跌出首发,他与布朗都具备防守四号位的能力,凯尔特人的首发阵容,可能更关心他们的护矿。 但是当年的麦阿密也有这样的问题,但是他们已就完成了两连冠,首发预测,海沃德,欧文,塔图姆,布朗,霍夫德俄克拉和马雷霆, 罗伯森,维斯布鲁克,乔治,格兰特,亚当斯多伦多猛龙,格林,罗瑞,伦纳德,伊巴卡,瓦兰西尤纳斯,费城76人,雷迪克,普尔茨,西蒙斯,萨里奇,恩彼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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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